Type的玩家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集的開箱SPA-LINE 三分鐘短開箱快速掌握新科技 我是編輯YY 都9102了 還在機殼樓中樓嗎? 這集要跟玩家分享的是上開窗下分艙 極簡風格的機殼設計新美學 近期Type收到許多廠商寄來開箱的機殼 雖然全部不一定都是今年的新品 不過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那就是一致的設計元素都走向上開窗下分艙的形式 相較於傳統的機殼設計 把下分艙完整的獨立出來 讓整體機殼外觀可以更簡潔 那下分艙的空間也可以做到最大化 在這其中可以看到包括了 Chrome Master Master Box NR600 及FANTAS Eclipse P350X 另外如果玩家還有印象的話 去年XF也有開箱過一款 就是NZXT H500i 那這三款都有相同的設計概念在其中 這樣的極簡設計風格是否會 成為新的主流 那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那就從最早的產品開始說起 去年開箱過的NZXT H500i 在設計上外觀採用方陣 然後一體成型的鋼板設計 從前面板延伸到上蓋 簡潔、俐落、乾淨、顏值出眾 上分艙的部分依舊維持著自家一貫的設計風格 中間採用的是異色的理線遮罩 標誌性的設計一看就只要是NZXT出品 而所有通風口的部分 全部採用點狀衝孔 那一致俐落就是NZXT要帶給玩家們的感受 另外H500i搭載了NZXT的智能控制盒 搭載他們家的CAM軟體 就可以在風扇控制轉速或是燈條顏色 整體以上都可以輕鬆搞定 再來看到的是Eclipse P350X 從前面板的各種對稱集合線條 就可以看出是FANTAS出品 在上分艙的設計上 可以容納EATS大主板 但不支援顯卡的直立擺放 儲存的部分 安裝上也是別處心裁 將3.5吋的拖架轉向並藏在前方的內側 那這樣子的設計 安裝上雖然需要拆裝前面板 可是就可以讓下分艙有更多的長線空間 對於這樣子的中塔型機殼來說 算是空間應用上的一個新嘗試 最特別的部分就是Eclipse P350X 雖然是2018上半年推出的型號 但在那時 它就搭載了Digital RGB的燈效 而且除了前面板兩側之外 在玻璃與下分艙中間也有一道燈飾 可以說是在設計上十分的細膩 最後也是最新的Cooler Master Master Box NR600 那這一款或許可以讓大家說是 最跌破眼鏡的一款 再看看以前的N系列 然後再看看現在的NR600 可以發現雖然已經改到Master Box系列下 可是不然發現它前面板還是有刺進 前者經典的跑車線條設計 這款最大特色也是在它的前面板 那整面的話是採用金屬的衝孔金屬鍵 意味著可以獲得最大的通風量 另外就是在水冷排的安裝上 這款它有最充足的安裝空間 所以可以安裝一進一出的風扇配置 另外的話它也是銀河部分市場需求 也有推出搭配了5.25的拖架款式 相對的在底下分艙罩的部分 前方也可以做開孔 那可以讓你在散熱的安裝上 有更多的搭配 最後總結一下 全新的上開窗下分艙的設計 讓機殼在外觀上 可以更簡潔俐落 並且還還給下分艙更多的 更完整的使用空間 也不會有灰塵機在玻璃 還有分艙罩的風氣中間的情況產生 那這次介紹的三款機殼 也各自有各的特色 那NXT的部分 簡潔俐落 RGB燈效一次到尾 那FANTAS Eclipse P350X 支援椰提煞大主板 自帶流水燈效 那CORMASTER的部分 MASTER BUS NR600 致敬經典 散熱設計家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不同的機殼產品 可以到XFACY網站上 觀看詳細的測試報告 如果玩家對於3C新品開箱有興趣 也別忘了在官方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是天輯YY 我們下集開箱SPA Lite再見 掰掰